前進台南GO!!! 上一集的台南遊讓我們接著下去講吧 吃完太陽城的冰品之後 我們就在附近找到了T-Bike 於是我們就騎上了T-Bike 繼續我們的旅行 經過了長途發射 我們二安平米高 路程真的是有這麼一點點的遠 不過沒關係我們有加裝工具 我們在路邊看到了腳踏車 我們就直接借了 超方便超快速 來台南旅遊輕旅行 不用煮什麼摩托車 不用去外面借什麼腳踏車 直接去政府借這種 很方便又好騎 而且他還有那種 放手機的袋子 真的是 導航你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超方便的 我的米高馬上就來了 他就是我的小米高 哇 不過一會時間 我的米高馬上就出現在我的眼前 香噴噴的米高 裡面有小黃瓜 還有魚松 應該是魚松吧 還有一點土豆 吃起來的感覺嗎 嗯... 含有豐富的膠質 吃起來會有一種黏牙黏牙 喵喵的感覺 蛤?怎麼是喵喵? 啊喵喵就是喵喵啊 雖然說這個米高 這真的很好吃啦 不過真的是外面的天氣太熱了 有點讓我沒什麼心情 好好的去品嘗 吃完美味的米高 殘念啦 吃完米高之後 我們就跑去便利商店稍作休息一下 因為台南真的是太熱了 而且順便等待 我們兩點半開幕的黃絲蝦捲 那休息的變段我就不破囉 呵呵 我們現在要去吃 黃絲蝦捲囉 已經兩點半了 不知道開了沒 第二期也不用很快 大概睡了一頓 好像沒有開 TOMM WHAT XDDDDDDD 黃絲蝦捲開門囉 耶我們終於可以去吃蝦捲囉 空好大啊 開門囉 為什麼剛才開走 為什麼 為什麼剛才沒開 其實我們剛到的時候 是真的有一點嚇了一跳 想說哇 怎麼沒有開 可是在外面稍微徘徊了一陣子 門終於慢慢的打開了 它稍微遲到了十幾分鐘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美食也慢慢的上來了 哈哈開吃吧 呵呵 蝦捲來了 不免俗的要來一下 完美遮 說一下這個沾醬喔 這個沾醬是一個特製的醬油 加上了哇塞比 吃起來還有一種辛辣辛辣感 感覺還不錯 架好了攝影機 我就開始開吃囉 吃了第一口蝦捲 我的天啊 真的是不得不說 說真的 不是我在浮誇 真的是好吃到烏肉會搭起 真的是有命的 連陳毅訓來 都會開始跟你唱浮誇起來囉 那我們來請立兒講說 看看這個蝦捲的味道如何 來 揍手 這蝦捲吃起來酥酥又脆脆的 讓人想一口又接著一口 沾上那個醬 更不得了了 我告訴你 你要去嘗一嘗 好 停 平淡無味 乏味的講解 好 換我來講 吃下第一捲之後 你就會想要吃第二捲 吃第二捲之後 你就會想吃第三捲 然後 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發現 你已經吃完了 OMG 這個蝦捲真的是大有來頭 你們來台南 一定要來吃這個蝦捲喔 蝦捲吃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去吃好吃的泡芙 我們要吃的就是 百蒸喜餅的泡芙 沒錯 它是現做現包的 古早味的泡芙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有有開 是哪邊 是這邊嗎 是這邊嗎 這邊 你要幾顆 一人一顆 我要兩顆泡芙 好 它先拿泡芙刮一半 然後沾下面的卡斯達醬 好期待喔 一個三十塊 一個三十塊 謝謝 謝謝 對啊 這三塊都不會有三塊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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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吃喔 對 謝謝 他拿錢 哇 泡芙 好辣 叮叮 你也比個夜 嘿嘿 百姓家的泡芙到手囉 它的泡芙長這樣 它泡芙的麵包鬆鬆軟軟的 卡斯達醬冰冰涼涼 吃起來就是 冰冰涼涼 舒舒 而且又很鬆綿 超好吃的 有很多 汁跟台中不一樣 汁跟台中不一樣 真正的台灣泡芙啊 不是這個 很漂亮的那種 用筋的 這邊 就有一款 要那麼多 網美車 超好吃 超好吃的 這這一門 一定要來買喔 這個長棒 在這個巷子裡面 很好 那我們下一段見 掰 走到台南了 不免俗 再多吃幾碗剉冰吧 吃飽飽的冰再回家 好我們去吃冰箱 在那裡 我們到冰箱了 超多人的啦 比剛才那個還誇張 那我們就 等一下看有沒有位子 八寶冰到了 那三百就出了 好誇張 在這裡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要點什麼 所以就點一個八樣東西的八寶冰 OK 調好拍攝角度 我們開吃吧 不要覺得他八種料都不見 其他他的料都在底下 但不得不說 夏天就是要吃這種卡滋卡滋的剉冰 才是最對味的 待會帶你們去見識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要電話預約喔 我們已經把八寶冰吃完了 現在我們要去 領我們預定的水晶甲 OK我們水晶甲見 OK 我們現在要來領水晶甲 下 坐 就這個牌子 紀律 綠記 我不知道管他們 反正就拿水晶甲 我有電話訂4點半那個10個水晶甲 對 好 在這邊提醒各位一下喔 買這個水晶甲一定要事先電話預約喔 他還有賣饅頭啊 包子之類的 不過那些事物都要等到兩個月以後 所以切記提醒 一定要打電話先預約喔 看還有剩什麼東西 我這個水晶甲買完 當下沒有馬上吃 我帶回家吃 不過帶回家雖然冷掉了 不過他的餅皮還是一樣Q彈好吃 而且餡料是筍包的餡料 超好吃的 好 謝謝喔 掰掰 掰掰 等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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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看一下 好 我們車上再吃 掰 現在我們要去買滷味 台南傳說中的烤滷味 所以我們就出發吧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了 這間滷味叫什麼 上蠔 上蠔滷味 沒錯他剛開始 我發現台南人真的是有點 對啊 開店的時候寫4點半 但是中午都不會在四點半開始賣 好吧 我們去看看他 到底好了沒 這邊 現烤現蒜 等一下要不要切 好 多幫我切 要不要辣 小辣 他留下電話 0977 0 0 0 3 大概25分鐘以後 好沒問題 再回來 好 走吧 他說要25分鐘以後再拿 OK 那我們 掰掰 好了沒錯 我們又回到了我們的 上蠔滷味 我想我們的滷味應該是好的 差不多了吧 再等我們帶回家而已 我們要帶到車上吃了 會不會太香 OK OK 我們都好了嗎 好沒問題 他再包了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掰掰 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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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1塊還是5塊 拿不到1塊 OK 我們要入味 掰掰 哇哇哇哇.. 終於結束了這忙碌的一天 時間雖然過得很快 不過想不到吧 我們居然去了那麽多地方 吃了那麽多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還蠻少的啦 其實 我來說一下那個烤滷味吧 這個烤滷味又烤又滷的 真的還不錯吃 大家要買看看喔 好吧,其實我真的不太多結尾 那我們掰掰 掰掰 對了,莉兒講有很重要的話要跟你們說 你要幫我訂閱喔 這裡這裡,看到了沒? 看到了沒,就是那裡喔 波浩車站到了 OK,我們回家吧 掰掰